今天是2023年4月23日星期日 视频的开头我们先看一下海外音乐榜 首先周深和毛不易和珊的歌曲《家乡人》 在马来西亚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中拿下了周榜冠军 而且该歌曲上榜6周目前已经实现了五连冠 另外同样是这首《家乡人》 在最新一期马来西亚买20大咖音乐榜中获得了周榜第二的好成绩 接下来还有歌曲《伶牙之旅》 在最新一期马来西亚购选20音乐榜中拿下了周冠军 恭喜周深海外音乐榜拿下好成绩 回过头再看一下内地音乐榜的话 还是歌曲《伶牙之旅》目前在腾讯音乐游你榜的实时榜中位列第一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打榜 所以这首歌曲极有可能在时隔两周之后再次重返冠军宝座 同时这首歌曲的MV也极有可能在KQ音乐 巅峰MV榜的内地榜中实现六连冠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继续助力吧 接下来是《人民日报》两次动态涉及周深 第一次是4月22日的地球日 呼吁保护野生动物的视频宣传片 记得周深还曾经与音乐家谭顿一起合作过一首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主题曲和《光同春》 紧接着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 《人民日报》再次提及周深 而这一次周深又成为了乡村半读人 呼吁大家加入乡村半读计划 一起感受阅读的力量 感谢周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的行业 另外根据网传5月初 除了5月5日的听见国乐音乐会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舞台活动 也是小小的期待一下吧 周深的歌曲战绩你是如何评价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记载个心